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有人问我说 乌克兰被入侵了 你要不要做一些相关的报道 好我想想也对 我本来要拖到下礼拜再把这个放上来 可是我觉得可能太迟了吧 我们就今天把它做一下 然后就放上来让大家看 这是说竟然有俄罗斯的士兵 他在打仗的时候还划Tinder 所以就有个女生跟这些士兵配对 然后把他们全部爆料出来这样子 你不好好打仗 不好好侵略人家 还想着把妹 所以这边这个标题说的是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还夸号 Russian troops try to pick up Ukrainian women on Tinder 所以这些俄罗斯士兵们 是来pick up这些乌克兰的女人们 那这个Sleeping with the enemy 其实是一部电影 这电影叫做与敌人共枕 好很久很久以前的电影了 所以这个报道就 New York Post这个报道 有故意用一些电影的梗 包括他接下来开头描述的这第一句也是 所以他的第一句说的是 放大一点看行不行 有时候太大会看不到 有点难 好这里可以 他第一句说的是 From Russia with lust 这也是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本来的片名叫做 From Russia with love 所以本来是爱 他把它换成了 lust 什么是lust 就性欲的欲这样子 好所以这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能够看到一些 什么有趣的词 所以我帮刚这里打一下 第一句说的是 Russian soldiers poised to invade Ukraine have bombarded wome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 with tinder messages Tuesday 根据这个太阳报的报道 太阳报的报道也连在我们的连接里 因为这女生 我也想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这女生长得就这个样子 OK 所以他滑到的人还真不少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些男生的照片 因为等一下会有些描述 所以男生大概就包括这个家伙 OK 看起来就大大只的 不愧是战斗民族里面的 长得还蛮像熊的 那当然俄罗斯文 我们看不懂俄文 然后下面还有些其他照片 包括有像是这个家伙 OK 穿了这个完整的一个迷彩装啊 这些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报道里都会看到说 他们穿着完整的这个military gear gear这个字一般会理解为是齿轮 可是也可以是 装备的概念 这家伙也是 哦这个更完整了对不对 连枪都拿好了 所以他们拿着枪 拿着来服枪的这个说法 也有一个词叫做clutch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这家伙拿着一把枪趴在这边 他还叫做black 把名字用黑这个字来当名字 也蛮可爱的 好 所以我们先就把照片看了一下下 我们再回来看这里 刚刚这段说的是Russian soldiers poised to invade Ukraine have bombarded women on the other side 刚我念过一次 所以这里的动词就是轰炸 所以这些soldier轰炸的女性 在听得的女性 而且他们是在边界的另外一边 所以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 这里应该没问题 poised是什么 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字 所以这边有一个叙事待发 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poised也可以是 就说你的状态还蛮稳的这样子 你稳稳站在那边poised 然后已经要伺机而动了这样子 所以你的状态是静止的 still but ready to move at any moment 这就是poised这个字的一个definition OK 所以他们已经叙事待发要invade Ukraine 当然已经发生了 因为这个报道大概是在进攻前 好 所以这个家伙 他的女生的名字叫Dasha 然后他跟这么多人配对到 那他其实住在基辅 Kiev 但他把他的location setting 改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做Karkov 然后因为那边有很多驻兵 There were Russian troops all over tinder 在那个地方 他就把他location改过去那里 所以这么多的这些 他可能 就是如果搭配到 说不定可能会变成爱人的一个人 所以这里有个词就是paramors 这个词不是很常看得到 但无所谓 你大概看到amour这个词 amour这个词 好像就是有爱恋的概念 所以flirted with treachery as they gave away their military positions while forces assembled north of Karkov prepared for what appear to be an imminent attack 这边这句话大概是这边 我们这篇的算是有蛮重点的 因为这边有个词认识一下下 这个词就是 这些想要当爱人的这些士兵们 据报呢 就用一个背信利益的态度 什么背信利益 背信弃义 OK不是什么利益 好所以就是一个背叛国家的态度 所以用 你知道用with加下去的词 就是用什么 当一个什么工具的那种感觉 像例如说我用钥匙开一个门 so I open the door with the key right 或者说跟我朋友去看电影 I went to the movies with a friend 所以with treachery 就是用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用这个东西 来去跟女人们打散 来flirt flirt这个词就是有去挑逗挑心的意思 挑心不对 挑逗 OK 所以他们flirted with treachery treachery是什么 刚刚说的 这个词比较少看到 用成这种名词的说法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treachery 其实比较常看到的是 形容词treacherous OK treacherous 就说你这个人 disloyal OK 不忠诚 treacherous 叛国 背叛国家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 注意看这个词 它并不是我们讲的点心 它一般来说被理解为沙漠 那沙漠的发音是desert desert 可是这个词也可以当成动词 它的发音跟点心变一样 所以它念作dessert 它这个动词意思就是背叛 特别常在讲背叛国家 或者这类的 so you desert your country 背叛你的国家 所以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说他们treachery 因为他们跟人家 在这个tinder上滑的时候 你等于把你的 巨兵的 兵士巨集的 garrison 那个点 给暴露出来了 你知道打仗的时候 怎么能暴露出 自己的location 这绝对不对 所以要是他们被抓到 应该是要判军法 我想 所以其实蛮严重的 所以他这边才说 这些paramors 基本上就是用一个背信弃义的态度 再强调一次 ok 背叛国家的态度 来去划tinder 说的也蛮没错的 so these are these people are flirting with treachery 当他们gave away 他的military position 等于说 给出了他们的军事的位置 那这不ok 当这些forces assemble 在这个carchive的北边的时候 assemble这个词就是聚集 这应该没问题 好 所以他们要发展 要就准备要攻击了 so appear to be an imminent attack imminent就是已经 破在眼前了这样 所以刚刚有另外讲几个字 我还没有说到 所以desert刚这个字 就背叛 那disloyal刚刚有提 我嘴巴念了一下 就loyal的相反 disloyal 也就是跟treacheries treacheries 跟treacherous 有点像的一个字 再多看一个字 你看前面那个treachery 跟treacherous 是trea开头的 所以也又有另外一个字 叫treason 这个treason 比较常看得到 就是我们一般 口头上讲的那种 叛国罪 所以像不是有个家伙 叫史诺登 对不对 他在NSA工作 就美国 美国政府窃听人民电话 窃监控人民 监看人民的email 通讯这样子 我们说结果有个家伙 在内部工作 他就是Edward Snowden 他跳出来说 美国政府这样其实不OK 怎么可以违宪这样子 窃听人民的通讯 结果他就逃出来了 然后他好像真的逃到俄罗斯去 应该现在还躲在那 但是美国政府就说 你这个家伙叛国 这件事情我认为 美国政府全错 全错 你无论如何是你违宪在先 人家当一个whistleblower 就是吹口哨的人 就是料北亚政府的人 这事实上是很正确的行为 因为他有良心 对不对 所以你政府竟然做了违宪的事情 被人家报 也是活该而已 然后你说人家叛国 什么鬼 好 所以这个词叫treason treason就是叛国罪 所以他们现在想要告 刚萤幕摊洗掉一下 吓我一跳 好 所以他们想要 想要把这个Snowden抓起来 然后就要用treason来审判他 还好目前没抓到 真的 OK 好 然后下面这边就说了 说他们穿什么衣服 这些的 所以我们这里再念一下好了 One muscular guy posed up trying to look sexy in bed posing with his pistol 所以其中一个 Muscular 蛮壮的一个家伙 他试着要看起来 sexy在床上 posing with his pistol 就我们刚刚看那个照片 他拿着自己的小短枪 pistol这个词就是那种小手枪 另外一家伙 他会穿着in full russian combat gear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gear这个词 也可以当作装备 除了是齿轮之外 所以打仗的战斗装备 还有其他就show off in tight stripy vests 所以这个词叫stripy stripe什么 就是条纹的 所以老虎身上的条纹 也就是这个词stripe 注意一下这个词 他跟我打另外一个词 没有p没有e结尾的话 这个发音就strip 就是把衣服脱掉 或者也可以是把你的官的头衔摘掉 或之类的 也可以叫做stripe 就把东西给拔掉 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但前面这个词叫stripe 那他就是条纹 像我们知道有时候穿那个衣服 他会有横条纹跟直条纹 那你前面加一个形容词horizontal 或者vertical stripe就可以了 据说其中一种可以显瘦 我也忘了是哪一种就是 好我们大概看到这也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就知道 反正他们在试着把密码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 听透过tinder 结果后面下来 接下来我可以就是概率的说一下 总之这个女生说 他就聊起天来 然后这女生就问说 你们是不是要进攻过来 然后这男生就大马虎眼 就混过去了这样子 好了说到这也大概够了 我们今天这一篇就短短的 也没有想说做多长 但我们如果很快看一下 刚刚看过的东西的话 与敌人共枕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是一个旧电影 老电影 还有这个from Russia with love 这其实是一个常 类似打招呼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从什么地方跟你打招呼 而且是我带着爱来的这样 所以我如果写封信给你 from Taiwan with love 大概也行 so from a place with love 那他这里改成了lust 因为tinder月炮 好 poised 虚实待发 ok poised 虚实待发 so you're in a still position 静止的状态 but you're ready to move at any time at any moment poised bombard是轟炸 所以他们就轟炸 他们用这种tinder message tinder的这些照片来轟炸 这些tinder上的乌克兰女孩们 然后lover paramore 最后这边讲这个大概是在经历的小重点 treachery 就是背叛背信弃义 treachery 形容词treacherous 真的比较常看到 treacherous 也可以用dessert 背叛国家 动词 名词是desert 是沙漠 所以这两个意思绝对不同 ok disloyal disloyalty 不忠诚 最后的treason 叛国罪 treason常常跟另外一个字 算是有点常走在一起 就是那个谍报罪 你叛国的方式多半是 把国家的秘密卖给人家 所以那个词叫做spnarch 也打一下好了 我把它打在这下面 spnarch 这个字不是很好发音 ok spnarch 谍报罪 间谍罪 ok 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